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麥犬播室陪伴大家的有楊彬和屈元熙 馬上去片 現在這種天氣如果在戶外做事 就認真辛苦 所以勞動費也規定戶外作業 要給高溫補貼 沒錯 但是今天有中山市三鄉鎮的觀眾 凌先生向今天關注報料 說他所在的那間物業公司 一直都沒有把高溫補貼給他 而之前拿到手的額度 還跟省規定的標準相差很遠 有沒有這麼過分的事 我們記者搖橫去中山看過 去年6月 凌先生入職了 珠海市錦濠物業服務有限公司 中山分公司 主要負責中山三鄉 浴海美中明遠項目的物業維修工作 大部分事外的工作 就是在太陽底下干活的 比如說地面不平的修復 還有牆面的磁片掉了 我們也要去補 室內的話就像地下室的話 地面那邊溫度也很高的 按照法律規定 每年的6月到10月 用人單位安排勞動者 從事露天崗位工作 不可以採取有效措施 將工作場所溫度降低到33攝氏度以下 應當按月向勞動者發放高溫津貼 並在工資清單中列明具體項目以及數額 每人每月300元 但是寧先生發現公司並沒有按規定 向他發放這筆高溫補貼 按照廣東省政府高溫補貼是300塊錢每個月 每天是3塊8的 但是我們公司就是沒有 他每個月只給我50塊錢 寧先生打聽之後發現 其他崗位的員工也都沒有足額領取過高溫補貼 今年7月 寧先生將情況向中山三鄉人社局反映 要求補貼去年拖欠的1250元高溫補貼 並要求公司在今年足額發放 針對以上投訴 記者前往玉海美足名院採訪 物館的負責人就表示 公司一直有中銀發放高溫補貼 為了阻證 農經理還拿出一張沒有蓋工張的寧先生的工資單 高溫補貼一欄2023年6月到10月 一直是發放了300元 但是寧先生就質疑你把工資單造假 加班工資算不出1300塊錢 1900的中山的最低工資標準 他說我的工資當上查閱是1900嘛 處於21.75是每天的 一個月每天的工資 然後週六是兩倍乘以二 四個週六的話就乘以四 才含不到700塊錢一個月 所以他這個工資呈現是假照的 而中山市人社局三鄉分局就表示 已經對此事進行調查 公司第一次是於7月5號提交了一份情況說明 但是情況說明又比較單薄一點 我們後續又叫公司根據它的一個情況說明 再補充一些佐證材料 交其資料之後 我們會拿著公司的資料去跟員工進行一個核對 看公司提交這個資料是否真實 它是否知情 廣東台記者耀旺中山報導 我猜這個負責人農經理的數學 都認真一般 否則為何會這樣計算數才行 那張沒有工章的工資單 莫非要來應付我們記者 如果真的沒有按照規定出夠高溫補貼 麻煩你不就補回也好賠償也好 為何要弄古造怪好像很厲害 我相信人社部門一定會查個水落石出 因為這些是工人戶外作業的辛苦錢 要不是這樣吧 你叫經理自己出去曬太陽 看看每個月300元又值不值得給 遲日晚刻 東莞市東城街道萬靜廣場附近 傳來一陣哮哩哩的響聲 電箱起火爆炎 真是認真得人驚 有沒有造成什麼影響呢? 關注一下 爆炎的電箱就好像放炮掌一樣 不斷發出《啪哩啪》的巨響 並且伴有名火 很快火焰就順著電線蔓延 跟著就湧出滾滾的濃煙 以上的這一幕發生在前日晚上的8點鐘左右 現場位於東莞市東城街 萬靜廣場附近的一條小巷裡面 電錶點起火 然後噴啊 它裡面的噴啊 炸到火花響 然後用了黑煙冒出 我們就過去看看 這個黑煙就在這裡 就開始現在這個地方 那裡面有個電錶 就是電錶起火 電錶起火 電箱裡面好像放爆炸一樣 砰砰砰砰砰 我說那裡有開照啊 神電開照啊 一看那電錶就冒煙了 附近的街坊見到這樣的情況 馬上就拿著滅火器過去滅火 但是它無際於是 我們那些滅火器材都用完了 都是用完了 但是你噴的時候它就滅火 那個一噴完了火又出來了 就開始爆得更加鬆 因為它那個電錶段嘛 電錶段所以說它那個電音來 它又要來 那天晚上它是不是嚇得不清 我們下次全部都到那邊去了 這邊都沒人了 隨後 街道 公安 消防等部門迅速到場 大火大概在當晚的8點40分左右被撲滅 受到事件的影響 當晚附近的店舖和居民樓 都出現了小範圍的停電 直至到今天 私北流動的外場依然是黑漆漆 一二樓之間的角樓 有人正在這裡清掃現場 火生後就是當時火災的事發現場 那麼可以看到受到火災的影響 有很多東西都被燒掉了 其中包括這個下水管道 目前是已經被燒到融化 然後是不停地在滴水的這樣一個狀態 那據附近街方的介紹 目前是已經恢復了供電 可以看到這裡也是換上了新的電線 但是這附近的網絡 目前還是處於一個斷掉的狀態 據東莞市東城街道辦表示 事件是室外電線起火 並引發角樓著火 未造成人員傷亡 通訊部門正對網絡進行搶收 預計今天可以恢復上網 廣東台記者黎韻哲東莞報道 正如剛才的阿姐說 就是砰砰砰砰 認真得很害怕 所以用電用火安全真的很重要 對於大貨車司機來說 尤其開集裝商貨車的話 這些司機們轉彎的時候 一定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除了我們經常老心常談的 視覺盲區的問題 還有車樑範疾 甚至車廂的風險 近日廣州就有一部貨車 在轉彎的時候闖禍了 關注一下 半個集裝商已經脫離車身 雙體的前端落地 由於重心失行 這部貨車一側的後輪圓空 由交警到現場處置 那天倒車了一公里 那晚剛剛高峰期的時候 兩台吊車 一邊吊這個一邊吊這套 兩個吊起來 車要洗二米彩 以上這一幕 事發在前天晚上的七點多 現場位於廣州市海珠區廣州大道南 南州路跨線橋的橋底 附近的街坊說 事發之後 現場的交通幾乎癱瘓 一直到當晚的九點多 路面才恢復正常通行 當時貨車發生側翻的位置 就在我後面的這個 海珠兒童公園 棕色的交通指示牌旁邊 那有附近的市民說 當時這個貨車 是從南州路上 左掛的時候 由於速度太快才導致的這個側翻 那些很慢 肯定要翻 速度快了 它一打完肯定 你翻那麼快幹嘛 自己平民安安是敷 所行的是本次事故 未造成人員傷亡 記者觀察發現 事發地一帶的交通狀況複雜 直行轉彎路線 掉頭路線交集 各位司機師傅 一定要小心駕駛 建議貨車司機轉彎處 或者是有破斗的那些地方 建議它慢點騎乘 然後就是對自己的安全 和對大家的安全 廣東台記者黃毓哲報道 這兩年樓市都是一般的 不少開發商都是降價促銷 但今天我們接到佛山信德的一個觀眾 在竹電新聞APP上面報料 就說自己在當地一個樓盤 認購了一套商品房 但支付了定金和第一筆房款之後 開發商竟然就坐地起價 沒錯 而且要得不少 要求他要再加二十六萬元 才賣土屋給他 人家肯買樓都已經很不錯了 還要中途獅子大開口來加價 那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記者莫家浩去了解過 今年五月 報料人黃先生 去到位於佛山市信德區的 五框萬景水岸花園的營銷中心 認購了一套商品房 並支付了三萬元定金 5月5日黃先生 與佛山市信德區 認心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 簽訂了商品房認購書 約定在5月31日和6月30日 分別支付25萬多元的首期房款 但是當黃先生在5月底 將房款轉到開發商帳戶之後 銷售人員卻通知他 說要加錢 之後黃先生堅持要按照營購書約定的金額進行交易 並在6月30日再將另外一筆約定的25萬元房款轉到開發商帳戶 但是時至今日 開發商仍堅持要加錢才可以買屋 我去過兩次 他第一次說 是的 都是賠不到給你了 你喜歡買就買 不買就賠6萬元給你 算賠電金 或者如果你真的想買回 我在這個價錢再申請97折 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 黃先生將情況反映到佛山12345正務熱線 順德區住房城鄉建設和水務局回覆說 雙方簽訂的合同協議書等 對成交價格有明確約定的應按合同約定履行 如果協商不成的建議通過法律途徑解決 如果客戶簽了營透書到最後付錢的時候 我賣不到給你了 我賠錢給你了 這個市場秩序就怎麼搞 沒有人監管了 我是簽251萬的 就應該可以按251萬來成交 不應該突然間又變277萬 針對以上情況 記者今天前往攝氏樓盤的營銷中心採訪 現場設有年中大速、驚喜大放假、省時秒殺等等的標語 有工作人員就告訴記者 這件事已經交由上級處理 但是截至到發稿前 開發商方面仍未就事件作出任何回應 有律師說 營購書簽訂的時候 開發商收取了買售人3萬元定金 該定金的性質是屬於雙方履行營購書的擔保 如果因為開發商的原因而拒絕簽訂正式買賣合同 應該視為開發商違約 廣東台記者莫家浩佛山順德報導 真是不知說什麼好 定金都給了你坐地起腳 喂大哥 現在經濟不是那麼景氣 生意難做 但你沒有玩完這些 是不是 套路 真是還要說那個認識 這次不是說 不熟就不認識 這樣搞法以後 誰相信你才行 是不是 麻煩你盡快搞清楚 否則以後 就真是沒有人來買你房子了 令大家不要再受到這種所謂的透露交易 好 在暑假裡不少學生都會嘗試打暑期工 增加社會經驗的同時也幫保自己的收入 不過近日在梅州 有14名學生被迫向當地勞動監察部門求助 就說這個暑期工還未打到 就已經被老闆騙了錢 哇 有沒有這麼壞的老闆 看看 前來求助的學生介紹 他們是在網上看到梅州梅城江北咖啡店在招人 於是聯繫上老闆打算打一份暑期工 在讀大義的小陳 是在場的人當中最早去應聘的 最開始他說的是押金短期的要交300 然後長期的要交500 後面他又說有很多人 如果我不能交500押金的話 他就不給我來上班 1500 現場的其他人也都在7月初陸續應聘的時候 被同樣要求繳納從500元到1500元不等的押金 但是最後14個人當中只有3人在店裏做過兩三天 其他人連一日班都沒有上 這個時候他們開始留意到 妄想關於咖啡店的負面評價 於是紛紛要求老闆退回押金 但是老闆就各種托手爭 6月26號交完押金之後 他說他理由是出差 讓我是7月1號去上班 7月1號又說那裡維修 提前三天要把資金周轉不過來還是什麼的 9號我去找的時候 他又說晚上來 晚上去找他的時候 他又說天亮錢會發給我 最後這些學生唯有報警 並且尋求勞動監察部門的介入 據勞動監察執法大隊介紹 前來登記被拖欠押金的已經有40多人 從初中生到大學畢業生都有 勞動監察部門表示 求職人士一定要記住 用人單位招工的時候 不得授取所謂押金等錢財 此外在入職的時候 也要認真對待勞動合同 梅州台報導 不得授取所謂押金的 我們學生的社會經驗比較薄弱 拜託家長趁著暑期 多些教育他們 我們這些經常都會見 打暑期工也好 建工也好 交得押金那些 很明顯大部分都滾油了 對不對 現在還要足足收了40多人的押金 不肯退 這個老闆認真沙膽 我真的不知道你是開咖啡店 還是騙子招聘公司 如果不退分你的押金 拜託我們梅州警方 一定要拘捕人封鋪 不要讓他再害其他人 這樣搞法哪行 對不對 好了 今天傍晚時分 有廣州海豬區的觀眾向我們報料 就說廣州中大暴泡市場裡 一家店舖在裝修過程當中突發意外 天花板發生跨塔 接到報料之後 我們記者林志音馬上趕到現場看過 記者現在所在的位置是海豬區的中大布匹市場 今天下午六點鐘 這裡有一輛宅重的三輪車 從二樓的木板處墜落到了一樓 據目記者介紹 當時二樓正屬於是裝修的狀態 這輛三輪車 它有一個人拉著這個裝修的物料 然後經過這塊木板的時候 木板損壞 它就不慎地跌落到了一樓 現場一片攔跡 目前這名傷者已經被緊急送到醫院救治 現場也已經被工作人員進行了違避 目前現場已經被處理得比較整潔 安全 這些就是我在現場了解到的情況 希望這個傷者沒甚麼大礙 大家平時施工也好、裝修也好、搞甚麼都好 安全擺第一 有甚麼還要安全才行 好了,回來這一部分 其實阿元希平時可能會去海灘玩 沒錯,特別是暑假 應該海灘是很多家庭的首選 沒錯,我們很多家長都會帶著小蚊 平時可能都會去海灘玩 但麻煩大家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小蚊 為甚麼呢 因為近期在深圳大梅沙海濱公園 每天都有不少小蚊 在玩的時候和家長失聯 沒錯,在今天上午 我們的記者在現場採訪的時候 已經看到有好幾宗 在海邊和自己的小朋友走室 哇,這些爸爸媽媽 都不知道是心大好還是太粗心 一起看看 中午11點多 在深圳鹽田區 戴梅沙濱海公園2號救生江亭 一位不到10歲的男童 哭著口感去找保安人員 隨後保安馬上把情況反跪到廣播室 然後又多次撥打家長的電話 很快,南童的媽媽也匆匆忙忙地趕過來 原來南童和姐姐一起下海去玩 媽媽就在旁邊休息 期間南童獨自回去喝水的時候 卻不慎走失了 你當時也沒發現孩子不見了 對,因為她跟姐姐在一起 打電話給我才聽到 非常感謝 而在大梅沙海濱公園廣播室內 也有三個走室的小朋友 正在這裡等待家長過來接 他們當中年紀最小的只得8歲 自己去換了一件衣服 結果回來看見 大家都不見了 幸好通過廣播電話等途徑 三個小朋友都先後找到自己的家長 據介紹半材住暑間的到來 大梅沙海濱公園 週末日軍人流量達到10萬人次 每日都有不少的小孩子 在玩的時候和家長走失了 為此,公園管理方在近期 專門加強了安保力量 達到了120人 不斷地提醒家長要看好自己的小孩 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小孩 現在人流量比較多 不是你找他就是他找你了 過來海邊玩 你家長肯定是自己要先操練 不要讓小孩單獨下海 不要讓小孩離開家長的視線 如果發現小孩不見了 可以找到我們的工作人員 我們會發到廣播群進行一個廣播 廣東台記者蔣宏業,深圳報導 其實我覺得 但凡是涉及到生命安全的事情 不要覺得始終有人兜底 例如沙灘有專門的工作人員 有救生員 小朋友的生命安全 其實永遠家長都是第一責任人 特別現在去到海灘 有些家長覺得太小了 小朋友自己玩了 不行的,一定要盯緊 有兩件事一定要盯緊 一個就是不要讓他離開你的視線 第二個就是在海邊玩的時候 那些浪高浪低都一定要盯緊 我們也講過很多例子 就是被浪扯走等悲哀的事情 我們不希望在暑假再報導 好了,現在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講到暑假裡面 防溺水是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 尤其是廣東,航網比較密集 不少居民都習慣去一下野泳 但其實這個安全隱患是不少的 不過在惠州薄羅的玄州鎮 就是一支水上救援隊 他們成立了已經七年了 一直以來都在玄州水域 守護著民眾的生命安全 在惠州薄羅、玄州鎮的東江水域上 水上救援隊正在開展日常的巡邏 這班義工每逢週末、節假日和暑假期間 都會去巡邏核內的東江沙河河段 向在淺灘裡玩的市民進行防溺水提醒 另外還會去到學校向青少年宣傳防溺水知識 作為我們玄州的水上生命守護者 守護天使 我們非常感激有這個對不守護 我們穴州人民的生命 今年已經到了玄州和州邊鎮 中共去了50間學校宣傳 之前很多三五成群的學生去七雷玩水 我們都會慶祝他們上岸 梁隊長本身也是游泳愛好者 有感於匿水事故為死者家庭帶來的痛苦 他在2017年自發成立了水上救援隊 經過了幾年的發展 逐漸成為擁有三個救援基地 在今年4月曹關市武江區江灣鎮遭遇特大暴雨 山紅山體滑波造成了嚴重的損失 我們今天關注愛心基金 之前也是專門捐款20萬 目前當地的災後復產進展成怎樣 正逢虛日 讓記者帶大家去看看 美麗的十里江灣曾經是鄉村遊網紅地 4月份的洪災滑波幾乎為全鎮的農民旅產業 帶來了滅頂之災 經過兩個幾月的緊張作業 目前當地大部分餐飲民宿都已經恢復營業 正搶渣暑期的旺季 我們14號已經接到有朋友的滿月酒了 據說這幾天就是開始搞衛生消毒 14號都準備開始幹活了 對這個江灣的未來還是比較看好的 我們客棧也慢慢慢慢在恢復 這個週末我們都基本上定滿了住宿的房子 首批接到是廣州過來的客人 這間食貨房野生種植基地 直接的災情損失超過900萬 在當地黨委政府的幫助下 復產工作穩步推進 我們現在主要是修復那些破損的關聯系統 還有清理大棚裡面的雜草 原來都是爛泥的 現在已經可以人人走進來了 我們肯定有志的有心情去幹得很好 需要一個時間沉澱 另外江灣鎮農機服務隊 正有聚進行備耕和肉養 已經完成種植水稻、大豆等作物面積超過200畝 確保沒有一塊料黃地 還有比較上規模的企業 我們是重點幫助 讓他們優先實現複產 帶動其他老百姓複產 韶關記者站歐玉林武江區新媒體中心聯合報導 中資成城 江灣加油 晚期腫瘤很兇險 大家都知道 就算有藥可以治療 但也很容易產生耐藥性 最終令患者面臨無藥可用的困境 近日國內一種原創新藥物的出現 有望可以改變這種局面 近日中山大學腫瘤防治中心 張力、趙雄雲教授團隊 在國際頂級雜誌樓葉刀腫樓上 發表了國內原研、雙抗ADC藥物 治療晚期實體樓的一期臨床研究結果 結果顯示 該藥對耐藥後的晚期肺癌和鼻咽癌療效起人 同時安全性和耐受性都表現良好 它總體的有效率是34% 後線治療能達到這麼高的有效率是非常難得的 它的療效是明顯的高於傳統的化療藥物 有些變成一個巨大的胸部的腫塊 一下子打了一次以後就消了 什麼是雙抗ADC藥物呢? 簡單來說就是將抗體與抗腫瘤藥物結合起來 抗體負責找到腫瘤細胞 抗腫瘤藥物負責殺死腫瘤細胞 這樣既增強擺向性又降低對正常細胞的傷害 可謂是一石二鳥 目前該雙抗ADC藥物正開展三期臨床研究 未來將會造福更多的腫瘤患者 廣東台記者林雪瑩報導 在最後去到寧夏看看盛夏的美景 更多的資訊請留意足天新聞APP 明晚見 拜拜 拜拜